我看上你 你自己来 别动 别动 少君 好讨厌啊 今年呗 那我跟你坐一辆马车 你可是我的乐器啊 跟我上马车 走 金姐妹 金先生 您的马车在后面 请随我来的 我猜 你应该还在生我的气吧 少君真是好眼力 居然还能看得出我在生气 那我应该怎么样 你才能不生气 道歉喽 对不起 我不该封你的乐法 你还真的道歉了 本少君啊 又不是一个自私自利 记仇之人 况且我已经让人把你的乐房 给解封了 可也好好谈了吗 这还差不多 我想问你啊 为什么你偏偏让我当你的乐机 你到底是看上我什么了 我看上你 我警告你啊 你可不许乱来 我是说我看上你的 这双手 所以你好好做我的乐机便是 所以你好好做我的乐机便是 我的手比我的脸好看 我还以为 你真的是给予我的美色 你怕不是对美色有什么误解吧 怪不得你觉得我不好看 原来是你的眼光有问题 你 我你 我才不跟你尽叫 我不要 我自己来 我们自己来 谢谢你啊 你用过的我不要 你不用 我也不用 继续吧 我说怎么找不着你呢 原来是一个人躲在这儿了 少君不会是特意追过来 让我给你弹曲的吧 你不让我休息也就算了 也得让我的柳琴休息一下吧 好香啊 谢谢 我说了是给你的吗 吃吧 吃吧 给你的 我不吃 不吃 方才演奏的时候 眼睛一直盯着这个鸡腿 口水都快流到柳琴上了 吃吧 我说了我不吃 你拿走不饿 吃吧 吃了才有力气跟我生气 啊 好香 靳前辈 靳前辈 您怎么过来了 您是来找我的 来给你送鸡腿啊 饿了吧 饿啊 谢谢靳前辈 好香啊 慢点吃 想不到 靳先生竟然对我的月姬这么上心 还亲自送鸡腿 少君 不是也挺上心的吗 反倒我还晚来了一步 不晚不晚 我本来啊 也没打算吃他的 小七 好 吃鸡腿 谢谢少君 慢点吃 看看吃的嘴上都是油 别动 干嘛 别动 手 要记得你是我的乐器 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仪容 省得被别人说我们少君府没有规矩 时间不早了 靳先生 我们走吧 好啊 好啊 干嘛 跟我走 自觉啊 我自觉一点总比被你骂强啊 好了 先停一下 有个问题我想问你 靳先生 到底欠了你什么人情 也不算是人情吧 就是之前我在陆上的时候 帮他躲过一次黄鹰 就这么简单 你帮他躲了一次黄鹰 他就这么保护你 这不就正好说明了我们晋商与前辈 侠义英雄 我滴水之恩 他永全相报 傻珠 揍吧 说了这么多 还不是让我揍远 我会不会路过幻月房啊 我会不会路过幻月房啊 不过你要是想去的话 我自会亲自带你去 一会儿小七会先送你回府 我要去拜见一下灵主 拜见灵主 你可以见到姚山夫人了 那我去吧 那得等你有了觐见资格才可以 靳前辈可以去吗 我姐呢 我姐可以去吗 你若是再过早 永远都别想见姚山夫人 这还差不多 好舒服呀 好舒服呀 我也是累了一天了 应该休息一下了 躺得挺舒服呀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的房间 这是我的床 你躺在我床上 问我怎么在这儿 这是你的床 是 是小七哥带我来的 他说让我住这儿 小七说得没错 你确实是住在这儿 这儿 我警告你啊 你可不许对我 图谋不轨 我们第二次见面 你就闯进我的浴室 偷看我洗澡 要说这不轨 也是我怕你才对吧 我都说了 我都说了 那是个误会 你放心吧 我对你没什么兴趣 虽然你要住在这儿 但是 你不睡着 那我睡哪儿 你committee 你不睡啊 你不睡哦 我要是不服呢 家规第二条 不遵少君命令者 仗则五十 屡教不改者 当愿仗毙 这么恐怖 这家规第二十三条 与少君面对面 要直视少君 这么随意的规矩 你盯那么多规矩 你干脆杀了我吧 你放心我现在还不会杀你 赶快把家规都熟悉了 否则 别想见这换月房 我到底是造了多大的你 你干吗 不是说好了 我不能约过屏风吗 怎么没躺着睡啊 我 我 这是什么 把另外一端记在腕上 这样我一动 你就能察觉到 就不必坐着了 好主意啊 不行 万一你半夜自己偷偷解开怎么办 不保 那你继续坐着吧 我妈 你这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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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想看你呀 我看你这天啊 要什么呀 你这天啊 dishonina啊 哪儿各人呀 我看你呢 简单啊 说吧 想听什么悦记 口出狂言啊 那就它吧 你再耍我呢 手铃怎么演奏啊 这堂堂绿光乐房的房主 只能用普通的乐器来演奏 看来我之前封了你的乐房 还真不冤枉 说的什么话 你自己试试看 手铃怎么演奏 你这就是故意刁难我吧 这手铃虽然不能完整地演奏 出来一段旋律 不过却可以根据曲谱 令不同的铃铛发生碰撞 来击打出不同的声调和起伏 好 这难不倒我 不过 我们可是说好的 我答应当你的乐姬 你给我恢复乐籍身份 还准我入换乐房 好 说吧 打算什么时候兑现啊 别着急 这换乐房的乐师选拔尚未结束 至于什么时候帮你恢复乐籍 那得看你 能不能用这手铃 把这些给演奏出来 那我看你啊 今天晚上就得给我恢复喽 走了 好了 别摇了 可以休息了 休息 你从开始练习到现在 已经这么久了 连一段完整的节奏 都演奏不出来 还想着休息 你是在怪我 你自己看清楚 这么多个铃铛 想做出规律很难的好吗 不信你自己晃了 好 我当然知道这不易了 不过你扪心自问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偷懒 我 怎么了 少君 我肚子好痛 我先去方便一下 回来 你今天方便的次数 未免也太平凡些了吧 该不会是得了什么 我们立即执政 要不要请个大夫给你看看 不用不用 这点小事不用麻烦大夫了 我先走了 少君 又去方便了 这都今天第三回了 可能有诈 对了 少君 你怎么进来 那个 晋先生来了 晋先生 话听备查吧 你怎么进来了 我不进来就被发现了 你进来我就被发现了 那怎么了 你就说了吗 没人 晋先生 住得可还习惯 怎么这么巧啊 你 少君 吉祥 不知道晋先生 能否给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夜半三更的 我的乐机 会出现在你的房间 还在你的床下面 那个 我们 我们 在聊乐器 研究什么样的乐器 会在床下面 这个 这是绅瑜给我的 我刚刚躲床底下 就是想研究一下 它的这个夜光的效果 对 我跟苏姑娘 就是在研究这些 夜光效果 这种材质的乐器 它能演奏吗 当然能了 这个 不太好掌握 够了 你这也能叫做演奏 所以才要研究嘛 是 既然这房间里 没什么刺客 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哪里哪里 有劳少君关心 怎么 还不走 想留下来过夜吗 走 白天叫我这个 看看 看看 可以吗 写得还不错 不过再加上一条 之后不能再叫 靳前辈伤瑜了 为什么 靳先生乃是乐坛的前辈 你一个小小的乐姬 怎么能直呼其名讳呢 太不尊重了 可这是靳前辈 让我这么教导 再说了 称呼这种事情 写进承诺书也太奇怪了吧 那这个先不行 再加上一条 以后不准在夜里 拜访靳前辈 这又是为什么 那男女有别 你总得逼逼闲吧 好吧 你怎么着急 对呀 她明明每天 只让我练着没用的手铃 哪里就费尽苦心为我筹谋了 这个小模特 大骗子 苏若飞啊 苏若飞 你怎么这么容易就被她忽悠了 还让我避嫌不能夜里拜访商宇 那你让我睡在你这里 怎么就不避嫌了 大半夜你不睡觉 吹什么唆呐呀 因为少君您对我的鼓励呀 您的鼓励让我辗转返操睡不着 我下定决心 一定要好好练习 不用练习 好好去睡觉 不行 不行 我现在热血沸腾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这么喜欢睡 在院里给我吹一碗烫 没劲 小七 小七 哇 是啊 啊 啊 看来是想找这个吧 给我 我之前应该告诉过你 擅入书房者 死 当时是你先实诈 让我写这个承诺书 我现在拿回来不是应该的吗 我实诈 当时可是你主动提出来 要写这个承诺书的 不过 我大人有大量 今日可以不处罚你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那就是再写一份承诺书 来承诺你之后 再也不会偷你写过的承诺书了 友谊叫苏儿山的姑娘来了 在门口等待求见 我姐来了 去告诉苏房主 今日府上有钥匙 改日我再去他府上拜见 是 来吧 你没时间 我有时间 我要去见我姐 你们几个都下去吧 是 是 你要干吗 别动 外面有人 什么人啊 当然是坏人了 你要我陪你演戏 我凭什么配合你啊 你要是不配合 你要是不配合 那我只能霸王硬上宫 那我只能霸王硬上宫 都会给你 真的 我想要什么少君都会给我吗 那是当然 我想要 我的承诺书 准 少君 您可得说话算数啊 本少君答应你的 就一定会帮你实现 我还有一个请求 我想要少君帮我 恢复月姬 艾姬想要的还挺多啊 若是想要的话 就陪我把戏演好了 那我帮你捶背吧 你好坏坏啊 那我帮你捶背吧 力度正好 艾姬 可不要得寸进尺啊 人走了 走了 少君 您这几出戏 简直唱得太高明了 现在我们把这出戏演完了 就看他们的戏该怎么唱